字幕志愿者 ンrush Hello 各位早安 来到9月5日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天的ETI 市值经 我是Irene和阿姨 早上还有唐明资本董事真启帮Rez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安Rez 早安 大家好 昨晚美国公布了职位空欠数据出来的一般 市场对于联储局减息0.5厘的预期升温了 美股昨晚很大爭辞 恒指夜期一度升過8點 收市升幅收集到23點 我們待會都會問Rex怎樣看 最新的外圍市況 意思是講究一些焦點股份怎樣部署 大家有什麼股票熱難的話 歡迎WhatsApp留言名我們 電話是96133819 或者可以在節目留言區留言 說你的名字和想問的股票問題 現在先看看你的上日美股表現 美股走勢是反覆的 雅馬美國勞工部屆JOLTS息委空缺數目 7月份跌到大約767萬個 創了2021年頭以來最低 令到經濟衰退風險的憂慮持續 市場對聯儲局減息0.5厘的預期升溫 道指低開之後曾經彈升235點 收市升38點 收報40974點 標指曾經跌0.4% 收市跌0.2% 收報5520點 納資最多跌0.9% 之後曾經倒升0.6% 收市跌0.3% 報17084點 馬美國10年期債息一度升 高過兩年期債息一度結束 知識倒掛 馬美長債息最終轉跌 失手3.8厘 馬美指數曾經跌大約0.5% 日元秋升超過1% 外電報道說 油組及盟友 考慮押後增加供應 其右價格一度回升 但之後也要跌超過1% 焦點美股 Tesla曾經升超過4% Metta輕微卡韻 蘋果跌近1% 亞馬尚跌1.7% NVIDIA曾經跌3.6% 收市跌1.7% 收報106.21美元 超微電腦租勸商 暢膽 股價最多跌超過7% 收市跌4% 英特爾跌超過3% 看中概股和ADR的表現 網易比起港股收市升近1% 阿里巴巴升0.3% 折算報80.37 騰訊微升0.1% 美團跌0.2% 百度跌0.5% 京東比本港收市跌大約1% 折算報104.59% 而匯豐控股ADR折算報67.9% 比本港收市價升1.3% 友邦升0.7% 健康和比亞迪都跌0.2% 看看今早外圍市況 先看看美股期貨 道指期貨暫時靠穩 正在升二十幾點 看到納指期貨暫時回穩 升三十幾點 至於亞太區股市方面 個別發展的 其中日本股市偏遠 跌0.8% 日經平均指數36,720.327點 南韓股市升1% 澳洲股市都跌穩 其中澳洲市升幅0.4% 看看恆子黑旗的表現 暫時雜幅跌穩 先和REST談談外圍市況 最近大家都很關注美國的經濟數據 包括之前公佈了製造業數據 就疲弱了 昨晚最新的職位空缺數目遠低於預期 所以市場現在都在擔心 美國經濟的衰退是否會發生呢 數據公佈之後看到 市場對於減息半利的預期就升溫了 現在都去到差不多估計五成 現在最新的職消當然是星期五的就業數據 即是意識前最後一次的飛龍 當然今晚有個小小的預演就是一個小飛龍 今晚你怎樣看這次數據 對於市場的影響是怎樣呢 以及我們怎樣評估行量 或者經濟差的破壞力大些 還是比較大幅度的減息的刺激大些 昨天出的數據其實創三年半身 即是7月的職位空缺減少 創了三年半即是2021年的新低 其實這個有些失去市場的預期 即是差距市場預期 但是其實近一兩晚 其實美股那邊都已經開始波動 尤其是上星期不斷地破新高 即是去到41500的位置 甚至高的位置 其實你會看到就是 曾經都上過去的 但是因為這些數據一般 於是就拉下來 就算它現在下跌也好 你說是否跌得很深 我覺得不是的 只不過是大家開始想 是不是去到這麼高的時候 現在還要追 那是不是需要取消利 那我覺得距離這個經濟崩潰或者衰退 我覺得應該暫時太早去判斷 看看會不會之後 例如今晚或者接下來的 就業數據會不會再顯示多一點 暫時你看到那個 Yield Curve 昨晚曾經就說結束了倒掛 可能因為前面近期的 期望可能 在說近一點的息口 可能會再低一點 所以就會不會倒掛 但是最後都沒有這件事 就是最後收回上來 那現在大概市場預期 就是可能0.5的機會又高了多少少 但是如果你看回點陣圖 大概都是這一年來減息大概1厘度 那你說是否減1厘 是否真的會很大問題 暫時又未至於的 我相信 那所以我自己會覺得 可能在這些高位上還行整顧多些 那是否可能會有一些可能 一般的經濟數據 但轉過頭可能有些數據又不錯的 就是我覺得會是很壞參半的情況 那所以我會覺得 在一些突然間大跌的情況下 可能會有一些位置 給大家拿一些好的股份 反而反過來是 可能是一個機會來的 那如果你說看回 現在的畫面中可能有幅圖 那就是 那就是納字或者道字 那先看道字 那道字方面 其實之前就破了一個三頂 因為本身我們也以為是一個三頂 那是41,100那些位 那然後最後是破位的 那連升大概四五個加曳天 然後接著就結束了那個叫做上升 那破 就是歷史新高之後 那前天就叫做有一支大陰竹 那就下回來 那暫時來說 就那個窩又會大一點點 因為那些竹也比較大一點 那看看就算下回去的時候 看看會不會 可能補下面上升上來的那些裂口 那大概四萬到四萬零五百那些位 那你說是不是很深 我覺得不是 都是在說5%之內的東西 那所以我自己覺得 就又未至於太過擔心 還有整個上升軌 你把下面的底部連起來 其實都還是一個上升軌 通道到的 那還有一浪也是高一浪 所以我覺得還未破壞了 是的 那你剛才也提過一句 就是可能就算市況調整 是吸納一些股份的機會 一定是問就是那個AI的芯片股 因為都是近期焦點 突然間急殺制 尤其是超微也很嚴重 另外就是NVIDIA 就是股王 公佈了業績之後 其實都相對都亮麗了 但是大家好像都不滿 那現在股價又再滾下來 究竟我們怎樣去看 這些是否就是你覺得 應該趁機入貨的東西 還是都要小心 不是 好像都有機會見頂 如果你說NVIDIA來說 我們現在市場近期 就是大行裡面 都有不同的看法 那麼前晚大跌的時候 就是有一間大行就說 最高增長可能已經過了 過了 但是轉過頭 隔幾個小時 也有另一間大行就說 又可能OK的 但是Focus就去了 Bearish那邊 就是體淡那邊 那麼那個 sentiment 就突然間就好像轉差了 然後就忘記了一些 比較好一點的消息 那我會覺得NVIDIA 其實大家會關注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Breadwell的出貨 是不是可以做到 因為之前就說 設計問題 那就可能要遲三個月才交到貨 然後然後黃仁芬再強調 就是功能上沒有改變 就是仍然非常好 它也不需要改變 只是外面的身體設計 這樣做好 而它對於出貨也有信心 即是覺得出貨之後就會沒事 那些人會買的 也有很多不同的企業都已經試用 將來會量產 那我會覺得是時間的問題 就是什麼時候才會出到街 那麼三個月也不是很長的時間 而沒有任何一個比較寫的時間 應該是一大小時間 一大小時間 最後一大小時間 而是 也就從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